175 信報財經新聞 永不丟借花之夢 2015年7月4日週末藝術師 09讀或憶行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回歸畫展 看得了王無邪夫人吳朴輝的兩幅客串精品 花之夢一與花之夢二 畫面赤幅不大 平面中呈現出隨手可揭的鮮花 與人足夠的視覺享受 無聲的花與聖處有聲 畫家將繁雜的世界花解 取其花朵的神髓 拋離中國畫花為之葉不決的埃求 簡連地專化為獨立的單元紋陽 僅一朵花的特寫 卻象證生物整體的無限 花反正然有最圍繞中心的花類 由實至虛夢幻別置 加上變奏統調 純正明亮的色彩 在顏色與光線的針著下 反覆多層的精深察染 使形和色產生互動的關係 似有若隱的線條 頓錯起伏流暢治愈 勾勒出花朵美麗儀人的輪廓 以及靈動活潑的巨像造型 表達了花最劍爛的面貌和神魂 那淡煙枝色的玫瑰 抱擁光鑽的精華 從含包中草言盛放 農情刺利的玫瑰花夢 視多摩地溫興又美 山發佛思春的氣息 既情酵惡戀的心情和承諾 幽蘭前庭代清風令一幅 雅傑淺綠色的藍花 畫家的視朝瞄準花的頂部 五片花反像天空閃爍的星星 彰顯藍花別開生面的精型和風型 真如屈原在尼蘇中榮蘭 幽蘭生前庭 含芬代清風 也許這便是藍花之夢 經畫家像心讀運的手法 花惡淡淡的粉紅 襯作出尋最清香的花蓉 更似幽谷恩溫中朦朧的美人 不論是軟色為主的玫瑰 或是冷色為吊的藍花 不論是芬芳蝠玉或高潔優雅 均可感受到女畫家對以來生命的讚嘆 花之夢在人間、時間、空間無 至力生存的翠麗 在老珠和神光中蒙發躍動 傾克若聞到心人肺虎花香 感受到鮮花的友情和甜蜜 永不凋謝的花之夢內人尋味 吳博輝生於香港 早年思從呂壽坤 後腐美留學修讀平面設計 六十年代末和黃無邪從美國學成歸來 從事平面設計工作及中大的行政事務等 並兼任出版書籍 雜誌的美術主篇 例如讀者文摘 黃無邪平面設計原理等 八十年代香港正營設計學校創辦 黃無邪抗例出任校長 三十多年來他們為香港培育了不少設計的人才 近幾年他忍退在黃無邪大師的後面 協助處理來自四面八方的應訊 默默支持他專注藝術上的不斷蒼生 我的印象中他是質破低調的大師仍然內座 他本身有中國畫的基礎 又有細方平面設計的學歷 我不明白女性可為愛奉獻一切 在回歸畫展能上兩幅嘉賓之作 和黃大師的傑作對望展出 流露了他潛在的藝術能量 他和大多數女性哪樣愛花 而且把心性和花之美揭然入畫 抒發細膩的欣欣情意 他的彩脈解答了我心中的疑問 原來真自的愛與美好的花夢相通 平和溫興中宣洩他的價值觀 香港面臨太多的政治爭拗 在觀照天地本體的結構 中華文化追求自然 也就是外師造花 中得心願 吳博輝的花之夢是繼承 傳統木骨花衛的當代藝術 聚焦角度採援海見 重點 透過光和質的醞釀 心靈和花比此回影有現心會相容 此花無日不春風兩幅系列性的創作 既具有寫實風格的形似 又不失其本質的神似 天然 本性 造化皆出於老子之道 細細品讀者自然 順泡 懸容的畫面 切中時閉邊迫入恩 詩 回溯他的藝術歷清 確是 以共汗回流晚節 也徐逃離鬥農怕 指導花無百日紅 此花無日不春風 回家時途經花虛 看各類不同的花位 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從街頭的生活美學再次想起花之夢 藝術家通過技巧不默書情 最珍貴之處是含意和信念 日星月落 季節交替 萬物懷疊救答荷座 D 醒再重生 人生亦然是乘在夢想的旅途 每個人的祭與情懷需各不相同 但誰不想擁有花樣的年華和美好的環境 中國夢是強調集體的民族感情 和振興中華的宏大願望 夢總是大領人類在想像中非常 中國夢需集小我整合成大局 否則只是一個空洞的口號 還有人說 夢只可以淺夢 太深 難以清醒 我每晚君其願高枕無憂 別發惡夢 逍遙在華美和理想的幻覺中 亦行好周末藝術浩毒或永不丟借花之夢 所以現在我們看看 如果是你不在心 不在心 你不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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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心